我在中午的時段分別收到張超雄議員和26位議員的聯署 張超雄議員要求我在今天的內會上討論 人大將就立法會議員宣誓釋法的事件 並要求我邀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出席會議作出解釋 而26位聯署議員亦有接近要求 要求律政司司長即時到內會 向大家解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移就《基本法》第104條釋法事宜 我也知道特區政府已接獲通知 人大常委已將《基本法》解釋列入議程 我也知道這件事是事關重大和有迫切成 我雖然在比較後時才收到剛才各位議員的聯署信 分別要求政務司司長和律政司司長出席今天的會議 我也立即請秘書處轉達議員的要求 律政司司長辦公室剛剛回覆 由於時間緊迫 抱歉未能安排律政司司長出席今天的內務會議 他們亦指出律政司今早已將有關通知 告知香港法院現階段 律政司不宜作進一步評論 而有關問題列入本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議程 並非由特區政府提出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亦已回覆 由於律政司已作出解釋 政務司司長辦公室亦通知未能安排司長出席 現在的情況就是律政司和律政務司已清楚表明 未能出席時次的內務委員會 我也掌握我們作為議員沒有具體掌握人大釋法的內容 所以現在若然討論就是沒有官員和沒有具體內容的情況下 我初步有兩個構想 第一我知道陶謹申議員已經要求大會主席盡快召開會議去處理這件事 讓大家討論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讓大會主席去決定是否可以做到這個決定 第二就是我亦都會會會後就和政府當局商議一個時間 再去看看在立法會裏面盡快處理這件事 讓大家可以討論的 有三位議員想表達意見是否 那我聽聽大家的意見 陶謹申議員你先兩分鐘 朱姐兩分鐘吧 不要兩分鐘這麼過癮 其實大家都記得上星期三 我就說其實因為全街都在說可能釋法了 於是我提出那個緊急的辯論 又有那個緊急的口頭七信 但是大主席就說辯論那裏就不是事實 但是好笑的是全世界都在說 就是我們立法會不會討論的正式 於是現在是事實了吧 事實的意思就是事實在討論中可能釋法了 那剛才主席給了我們的資料就是 律政司司長說不得閒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不得閒 不過我希望主席 你既然是代表我們 你都覺得其實是挺重要的 你就問他 如果今天不行 那今晚行不行呢 如果今晚不行 那明天可以不行呢 那明天下午行不行呢 中午行不行呢 如果他說根本不想來 那答案就是不想來 就不是不行 今天不行 今天下午不行 主席我覺得你應該要據你力壓他 問他的時間 什麼時間可以 如果他都要釋完法就行了 那就是他沒有誠意 在釋法之前 能夠給公眾作為問責 對立法會問責 那他們 對釋法的態度是什麼呢 我知道他透過律師說沒有主動 尋求釋法 但現在快要釋了 那有沒有問他意見呢 他有沒有給意見 說他同意還是反對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態度 亦都讓我們議員可以 在問責的制度之下 問一問他的情況 如果贊成為什麼 反對為什麼 那才能夠向社會交代 就不是到時說 我不出聲了 我認識了 我們唯有接受後果就再評論 事後評論完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這件事是知事體大 所以希望主席 盡快問他哪個時間可以 我們馬上召開會議 我有一個澄清 剛才我也很清楚講述律政司司長的回覆 他除了表示時間緊迫 抱歉未能出席今天會議 他也清楚在回覆本會的信件中指出 現階段 律政司是不宜作進一步評論 這是他的書面給我們的 讓大家參考和掌握 在 Whether